好,家中有毛小孩涉及在花莲县中南区的民众 为了防范狂犬病疫情传播 15号开始花莲县府跟兽林、万荣、丰冰、浊西、玉里等乡镇公所 办理狂犬病疫苗预防巡回注射以及宠物登记的工作 民众记得携带红色的注射通知单、证件以及家中毛孩 前往巡回地点来施打 为防范狂犬病疫情传播 花莲县府今年上半年自筹加码推动犬猫三合一计划 提供930个名额 四组可带毛小孩至县内六家合约动物医院 办理犬猫绝育、登记及注射狂犬病疫苗 已办理登记宠物则可免费注射狂犬病疫苗 3月15日开始巡回五香镇 花莲县动植物防疫所所长周黄德荣表示 今年上半年度县府自筹款项与玉里镇玉里动物医院和平动物诊所 吉安湘木合动物医院、永安动物医院、中山全猫专科诊所 以及花莲市高桥动物医院合作全猫三合一计划 共提供930个名额 而针对狂犬病防范 去年施打2万多只 县内风险香镇注射率超过9成 是本岛第一 即日起展开五香镇巡回注射 免费狂犬病疫苗巡回注射 包含秀林香3月15至24日 万荣香3月28至4月1日 封边香4月7日至14日 佐西香4月12至15日及4月20至21日 和玉里镇4月18至28日 详细注射日期、时间及地点 可上网搜寻华联县动植物防疫所官网查询或电话洽询各厢正式公所 记者长帮演大华联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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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